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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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看看留言吧 很长时间没有看留言了 对 有时候这评论区看完 挺闹心的 哈哈哈哈 那个有一些朋友 在我们下面留言 我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我觉得很多事情呢 就是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对不对 你发表观点 我们也发表观点 大家一起讨论 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拉倒嘛 就是这样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说第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 他这样说 他说 川普不受海事法管辖 川普不受一个法律管辖 这个意思 然后为什么呢 说 他是美国国民主义 不是国民主义 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 他在这里讲到说 川普的公民身份问题 他说川普根本就不是美国公民 他说川普是一个美国国民主义 对上述的概念很模糊 他那些就是你们不是说 你们不讨论阴谋论嘛 那当然你们根本就不懂了 你们不懂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这都无损于上帝对美国 或者全世界的计划 这个留言 我分成三个方式来讲好了 这么细节 对对对对 OK 川普不受海事法管辖 其实 所有的美国 国民 OK 不只是公民而已 US National就是美国国民 US Citizen是美国公民 有什么区别 US National是美国国民 就是美国掌控的地方 不在美国本土内 你在国外生的 像说你是美国人 但是你在日本出生 你是美国人 但是你住关岛 你是美国人 但是你住波多黎哥 这地方是属于美国的国土 但是呢 不属于美国的本土 美属威尔经群岛 这种地方 在那生活的人 他这块地属于美国 但他不属于是美国公民 他属于美国国民 对 那你是美国人 但是呢 你基本上有所有的 美国公民的这些权利 但是你不能投票 然后呢 你不能参选公职 因为你不住这儿 对 像说投票这个东西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 女人为什么一开始不能投票 没有 因为他选出来这些国会议员 国会是可以宣战的 然后呢 男人有义务要去当兵 所以说 如果说这些人去投票出来说 你要去打仗的话 他们是可以把美国公民的这些男人 直接送过去跟别人开战的 所以说 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 美国的男人会为了自己的安全 还有各方面的 来去选择出来最好的人 然后这样子的话才可以避免美国到处跟 随便跟别人宣战 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说 女人不应该有投票权 因为女人不用去打仗 那个时候这个投票权 他们是这个样子分类的 美国national 美国国民的话 他们是没有投票权 然后也不能参选公职了 所以说 川普不只是一个美国国民 他也是一个美国公民 川普就是美国公民吗 他不是美国国民吗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川普不受海事法管家 其实所有的美国国民 都是 都是要被美国管辖的 就像你在 你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在台湾工作 你在中国大陆工作 然后IRS还是会要你报税 各方面的 所以说 你只要是美国人 我政府就会到处去管你 这个就是事实 那在法律里面 没有任何人有特权 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就是 我是谁谁谁 所以说我不用遵守美国法律 就不能说因为我是川普 所以我不受法律管家 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他最后一句 但是无妨 这都无损于上帝对于美国或世界的计划 因为对我来说 你如果看圣经的话 你就知道神处罚的是一整个国家 各方面的 然后我们如果要拯救美国的话 我们是要一整个国家都变好 而不是只要有一个领导人或是怎样的 你今天如果说大魏是个非常好的君王 但是以色列很败坏的话 神还是会触罚以色列 这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变好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翻转这个时代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圣经的价值观 放在这个时代里面 而不是说我们只要选出来一个总统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就是你如果要说川普不受海释法管辖 那就证明他不是美国人 那或许他的国籍在其他的国家 那你会允许这样一个人来当美国的总统吗 那如果你要说他是一个US national 就是美国国民 但他不是一个美国公民的话 你会允许这样的人来做美国的总统吗 他应该是第一个被关进监狱里面的人 我觉得作为美国人来讲 都不用说是不是基督徒了 你首先要明白就是这个人是否有资格参选总统 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或者是多么不好的人 你首先要知道就他是否有资格参选总统 就像这些从边境进来的人 非法移民 他不管怎么样 他来到美国的方式都是犯罪的 他首先一进美国 他就犯罪了 还没进美国之前 他就做了一个犯罪的决定 所以你会希望美国里面到处都是充满这些犯罪来的人吗 我觉得这个事没有那么难理解吧 就是说如果说川普他根本就是一个自己犯法的人 你为什么还要支持他 这不是一个挺奇怪的事吗 而且我必须说 我会把这个留言拿出来讲讨论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有太多的人 因为知道美国的法律 然后也不知道美国的政府运作模式 然后就在网路上面听信一个阴谋论 说了一堆明明不合理 而且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个东西 我们每次看到这些阴谋论的这些影片的时候 我们是要去查证的 我们是要去挖掘真相的 我们是要把这些东西弄成一个有条理的东西 然后在法律上然后在道德层面 在各方面都是make sense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随便乱相信一个网路上面的人讲话 其实是非常愚蠢 太愚蠢了 你说川普不是美国公民 你还选他当总统 还这么多人都想选他当总统 我都觉得这不是说你了不了解法律 这跟法盲都没有关系了 已经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然后结果他还就是这大哥还特别能够理解我们 说你们说自己不是阴谋论 所以你们不懂是正常的了 我再不懂我也觉得说最起码要遵守法律 尤其是在这个选总统这个事上 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资格 那当然是不应该选他 而且人家明明就是美国公民 怎么就让你说来说去 他连个公民都不是了 我觉得这太莫名其妙了是吧 好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留言 这个朋友说了说这个堕胎 与那些犯法或者罪恶的事是完全不同的 母亲有权决定胎儿的生死 那他在这个还有另外一条留言 他说这个事有轻重缓急 那眼前比较重要的呢 是要保护好未成年的国民 在法律的层面去定义两种性别 国民的基本义务等等等等 然后说欧美的政府呢 就应该向中国政府请教这方面的事 在这方面呢就不得不称赞中国政府 那所以他就是那个意思是觉说 就是多台这种事不着急嘛 先等等看是不是 反正这个事也不犯法 也不罪恶嘛 对不对 多台怎么能是犯法 怎么能是罪恶呢 对不对 母亲当然能够决定说 我到底要不要杀一个人啦 我到底要不要杀死我自己的小孩 这就是母亲有权决定的 对吧 事有轻重缓劲 那现在未成年人才着急呢 你要是这个多台事 不管以后也没有啥未成年人了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有非常多的父母 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现在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就连是自称是保守派的人 而且我看这个朋友 他的名字来讲 我觉得他不是年轻人 他大概可能是跟我妈妈 或者是你妈妈 大概这样年纪的一个女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女性 如果要去知识剁胎 这个是真的让我感觉不寒而栗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在这里讲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观点是什么 他在这里观点就是说 母亲有权决定胎儿的生死 后面有个括号 他说除了代理孕母 你想这个事就奇怪了 对不对 因为都是怀孕 都是杀人 为什么代理孕母就不行呢 因为给钱了 因为钱是比生命要重要的 我给钱 我让你怀我的孩子 我给你钱 那是因为我花钱给你了 所以你不能杀死这个小孩 如果我说不给你钱 你就可以随便决定了 对吧 所以就说 钱是比生命要更加重要的事情 钱可以决定 一个人是不是要被杀死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母亲可以决定胎儿的生死 这个样子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是人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 有资格有权利去决定别人的生死 就连在圣经里面 你如果要杀死一个人 那个人要判逐死刑的话 都是要透过长老 都是要透过祭司 都是要透过审判的 那个人如果说 在社会当中犯了下 什么样的大错的话 那些生死是属于说 这个社会要在一个公义的情况下来审判他 他才可以被杀死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 一个人 我只要一个人 我决定说你要死 你就得死 这样的东西是只有皇帝 以前皇帝 皇室 法国的国王之类可以去做的事情 神没有给任何一个人 有权利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那这是 当然这是基督徒的坑法 我们不能用 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方式来去 合理化杀一个人 杀人就是不可以的 而且问题是杀自己的孩子 他跟以前的王室里面说杀人 他处子是一个跟你基本没什么关系的人 你可以认为说他是一个草民 他是一个贱民 他怎么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或者是我就恨他 我就说要把他杀死等等等等 种种的理由都可以作为你的驱动力 说要杀死这个人 但是问题是现在是说 一个人他杀死自己的小孩 现在是被大家讲说 这个是合理的 而且你是勇敢的 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孩子 是勇敢的 而且是合理的 为什么 你杀死一个不相干的人 或许你不心疼 你说那个人是什么神的形象 或许你不在乎 你说我就是讨厌那个人 我就要杀他 你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孩子 作为这么合理 而且是这些支持堕胎的人 你们谁杀过自己的孩子 你为什么怀孕的时候 没有把自己的小孩做掉 但是你却支持别人 杀死自己的小孩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 而且是一种残忍的教唆吗 就是你告诉别人说 你杀死你的小孩 你会获得幸福 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你自己的小孩 你的小孩搞不好 现在吃得比我更高 比我更壮 对吧 然后开着好车住着好房子 你为什么不杀死自己的小孩 为什么你要告诉别人杀死别人的小孩 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要去做这些事 然后这个人同一个人他说 在法律层面定义 二性国民的基本义务等等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酷的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别 我们已经不再管基本常识了 我们已经不再管生理这个东西了 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东西 我们把定义我们性别的方式交给政府 这个其实是左派一直想要达到的事情 现在所有我们美国会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性别 他们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把定义性别的权利拿在手上 他们想要把定义婚姻的权利拿在手上 他们想要把各式各样神给的权利 神给的基本常识把事实 断定事实的东西拿在手上 这个就是大政府最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东西反而是非常危险的 照道理讲说你是女的 我是男的 这样东西是不需要任何一个人来定义的 对就是你会以为说 你把这个权利交给政府 就是让政府去定义二元的性别 这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其实就是你给了政府一个可以去定义性别的 那你都不用说说现在是不是定义性别 政府其实早就掌握了定义性别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身份证上有没有写男有没有写女啊 你身份证上是不是都是有性别 你护照上面也都有性别吗 这些东西都有的嘛 那现在就是政府说我们要再往上加嘛 说加的就是政府呀 你现在如果去DMV你要申请驾照 或者是你要更换你的驾照 你会发现在性别那里有三个选项 一个男一个女 下面还有一个非二元性别 我妈看着都懵了 我妈说啥叫非二元性别呢 我说就是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然后我妈说那是什么呀 我说对 我说他们这还写少了呢 我说人家那个左派开发出来一百多种 我说这个名单应该很长的 你应该划那个划鼠的那个 男的女的 然后什么三分之一 男三分之一 对吧 你已经把这样的性别 就是定义性别的东西 你已经交给政府了 现在就是你看到交给政府之后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个朋友呢 他打是反几字 我相信你是在台湾 按照台湾现在发展的这个速度 应该过不了多久 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当官听你的吗 那个立法委员听你的吗 他不会听你的 你说我就是让你们立那个两个性别 他不听你的 他还立他 他立五百个 他立一千个 那也是他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说的事没错 就是说眼前要保护好未成年的国民 那如果你已经是一个阿嬷的话 那赶快让你的儿子女儿 就让他们赶快明白在家教育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这样你才能够保护好好的未成年 不然的话 就是一直往下走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自己必须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努力 你才可以达到让孩子好好成长的这样一个目的 不然的话是完全不可能的 保护未成年的人保护任何的人保护你自己的孩子不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不会理你的小孩 所有的小孩全部都只是未来的纳税人而已 对政府来讲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都只是social security number而已 没有任何人对政府来讲是有义务 然后有任何重要性的 除非你是Hunter Biden 那你明明就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不能把神赐给我们的权利交给政府 每当我们有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方式来压迫其他人的时候 左派就会用同样的方式用政府来压迫我们 这个就是保守派想要避免的 而且是保守派想要保护的东西 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全部都要听我们的 而是说我们要保护神给我们的权利 来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留言 这个朋友说 正义永远跟真相紧密结合在一起 不追寻真相的正义 不过是人的私欲所决定的伪正义 真正追随耶稣基督的人 一定是追寻真相而不是追随人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真相生命 真心追寻真相的非基督徒 最后也一定会找到上帝 认主归主 真相给人自由 正义勇气和力量 愿上帝祝福所有追寻真相 捍卫自由和正义的人 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我超爱这个样子的留言 我相信只要你把你的心态 还有你的价值观放在圣经上面 你就不会被阴谋论骗 我觉得在这个事上我可以看到 就是你不管牧师也好或者什么 哪怕一些不参与政治的牧师 其实他们在这个方面分的是很清楚的 对 就人家多读圣经 人家多祷告 的确增加智慧 我跟你讲 对 你不管说他愿不愿意讲政治的这个事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对于这些方面 他们是非常清楚 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比一般的 没怎么读经 或者是没有太花时间上面 这些基督徒 是要清楚非常多的 对 他们从来不会盲从 然后他们也不会说 然后那个很追随阴谋论 他们的脑筋都非常清楚的 你不管是说他们年纪是不是真的很大 七八十岁 有圣经的根基 然后会一直追随真理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啊 而且我觉得 当你把你的方向放在真理 然后放在圣经上面的时候 你再来看现在的政治发生的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说 谁在说谎 谁没有在说谎 然后谁的方向是正确 然后谁的方向是错误的 然后谁可以相信 谁不可以相信 就像这个人说的一样 真相会解释一切 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想法 还有思想 还有未来的方向 建立在真实上面 因为这个样子 是我们唯一赢得胜利的方式 不然我们就算现在赢了 就算现在好了 OK 川普做了四年 我们很棒 接下来 你看川普做完四年之后 拜登可以把美国搞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要改变的是真的 人的价值观 跟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做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把神的价值观给大家 而不是我们只要川普 然后只要川普来了之后 一切就会变得好了 而且也不要为了这些 就是自己不知道 也不确定的事情 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 那这种事情 其实在基督徒里面 还蛮常见的 之前有人给我推荐过一个频道 就是说一个姐妹 她讲圣经讲得很好 还有人在频道前面骂我 说看看人家讲得多好 你们怎么不学学人家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有一次 无意看到那个姐妹 在唐重荣牧师的那个频道下面 骂她 我说唐重荣是个同性恋 唐重荣是个什么什么什么 我看我说 这不是那个讲圣经的姐妹吗 我一点进去一看 还真就是她的频道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心里 非常难过 因为她自己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人 然后她是有开YouTube的频道 去做教导的人 但是她跑到唐重荣牧师的下面 去骂说唐重荣是个同性恋 唐重荣是个怎么怎么样 她是给那个魔鬼撒旦 做怎么怎么样的 说大家不要听她讲道 然后我就觉得说 听了之后我还蛮伤心的 就是你咋知道她同性恋 对吧 就是所以就是这种不确定的事情 不要去讲 对吧 哪怕说你有 听说你有怎么怎么样 为了就是不要得罪神 真的是嘴一定要管好 哪怕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有这种研究圣经的人 有做教导的人 他们都会犯这样的错 更何况是普通的基督徒呢 更何况是连教会也不去 圣经也没读过 然后只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呢 当然都会犯这种错误 所以这个是 真的是一个人的罪性 在我们里面 很多时候知道说 大家真的是为了 神国的这种建设 或者什么内心火热 但是在火热的时候 我们不要那个头脑一蒙 然后就去做这些 那个神不喜悦的事情 真的就是在这种时候 也保持自己的理性 保持理智 而且真的跟神 有靠近的关系 才知道什么应该说 什么不能说 然后我们 从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 去做一个真的 和神心意的 这样一个基督徒 你才能领更多人归族 你才能让你身边人 看到说 这人真是一个神的好见证 然后我们才可以一起去 做翻转世界价值观的 这样一个事情 那这样做起来 就会非常的得力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或者是你有什么留言 或者你也想为我们 看看留言吧 来提供素材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依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